但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小兵 就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已经在多个平台上 出现了人工智能主持人 对吧 小兵说 我是62个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 俨然比我做的节目多多了 曝光率俨然比我大多了 当这个人工智能概念 刚出来的时候 各种颠覆人类 取代人类的这种论调 甚嚣尘上 当我真的面对 一个人工智能主持人 说我也会考虑 我会不会有一天 就要告老还乡了 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但我不是还坐在这 今天坐在这的不是小兵吗 但是 只是现在吗 所以我想问的是 OK 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 但会不会假以时日 人工智能又能创造出 他们的人工智能 然后我们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先就这个人工智能 能不能创造人工智能 在我们的了解是不能 也就是所有人工智能的算法 一定是人富裕的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 人工智能的算法 可以另外去设计算法 我们没有看到 如果算法能够设计算法的话 强人工智能可能也就出现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所以今天所有机器所做的事情 都是我们叫他去做的 那么小兵坐在这个地方 他讲什么 拨什么 原则上还是一个 我们赋予他的 但是很难有您这样的一个创造力 坐在这个地方 突然想到我想问这一个问题 突然想到我想问那一个问题 然后你们还有这么多的知识的背景 然后更重要的是 您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有温度 我经常在开玩笑 我说人早就跑不进车子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办奥运呢 对吧 因为奥运是有温度的 是人跟人中间的一个竞赛 是人跟人中间的一个接触 人生的病人 我是我们来转发 您的观众 您的观众